你见过在盖好的房子外面再盖一层泡沫墙的吗 其实这是国外独特的设计 在一些北部的国家 他们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 可以说零下17度在他们国家就算暖和 动不动能达到零下几十度 因此普通的房屋的抗寒能力是不够的 在室内也会感觉到很冷 为此他们就想出了这个办法 在墙外面再搭建一层保暖措施 实现双重保暖 为此泡沫砖就被设计出来了 这可不是简单的泡沫砖 和传统的泡沫不一样 盖房子的这种泡沫为了安全 采用了耐高温的材料 无益燃烧 而且它的保温性能非常的强 有了这层泡沫墙可以让房子冬暖下凉 而且传统房子在盖的时候 难免会有水泥抹不齐的地方 从外表看起来非常的不美观 而有了这个泡沫墙 拼装的严丝合放 在外表看起来非常的美观 而这个泡沫砖制造起来也不简单 说是泡沫砖 它并不是单纯的泡沫 它只是将砖和泡沫通过一种特殊的手段结合起来 里面使用了很多阻燃的材料 确保发生火灾的时候将损失降低下来 安装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是批量生产的 只需要量好房子的尺寸 然后进行拼接就可以 完全不用再涂水泥了 基本不大的房子几个人合力一天就完成了 再涂水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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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涂水泥了